胡歌是一位年少成名的男演员 早年凭借着《仙剑奇侠传》等作品红遍全国 而当时胡歌也才不到25岁 这让胡歌早早就走进观众的视线 胡歌这个名字也深深地印入万千少女的心中 可实际上胡歌原本的名字叫做胡歌 柯这个字有美誉的意思 一块好玉需要经过千锤百炼 才能够变得温润如玉 被人们反复欣赏 很多粉丝觉得柯这个字更加符合胡歌的经历 胡歌虽然早早成名 但他却在事业巅峰期遇上了一场车祸 在胡歌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 容貌对于演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件事情让胡歌沉寂多年 直到前两年才凭借演技和作品再次回到观众的视线 这场车祸就是对于胡歌的打磨 经历了车祸后的胡歌整个人变得更加沉稳 演技也有了更大的进步 而胡歌当年之所以更改名字并不是因为公司的包装 而是胡歌的母亲做的主 胡歌是一名上海人 胡歌这个名字用上海话听起来非常像傅珂 胡歌的母亲认为影响不是很好 为了儿子的未来着想 也为了防止这个名字引起误会 胡歌的母亲做主改掉了这个字 如今胡歌已经火遍全中国 不仅仅拘泥于上海 也就有粉丝呼吁胡歌把名字改回来 除了胡歌之外 刘亦菲的一名也非常多 刘亦菲从小在美国长大 十几岁的时候才回到中国发展 早年她的名字叫做刘亦菲子 是母亲亲自取的 但是这个名字并不适合在国内娱乐圈发展 因为听起来会让人误以为她是日本人 最终由一副取了刘亦菲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也是一副将刘亦菲带入娱乐圈 为刘亦菲在圈内的发展出了不少力 其实改变名字对明星在圈内的发展作用并不是很大 想要在娱乐圈立足 实力才是硬道理 大家怎样看待这些明星更改的名字